今天又是我 好像大家都會做這句 然後這是我們今天 花了 大概到下午 一點的時候吧 畫完了 就是這個 我們手藝也沒有改 就是都長這個樣子 但是假設我按微積分就會看到 這個時候就要坑一下這位 微積分大師 然後往下滑 就會看到就可以 放給你吃條款跟程式授權 這樣 然後 因為我們今天 其實只有做這件事 還有開發一些爬桶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來DEMO一下我們的爬桶 好 這裡就是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資料庫是空的 這裡沒有半個 那個Data Base叫做Cores 或是Scrapping 沒有 好 那現在呢我就用 Scrapping 然後 Chrome 就是爬 我要爬 比方說台大的資料 那我現在就爬台大的資料 它就開始在爬 開始了 OK 有看到一些課程的名稱 那現在就是在不斷的爬桶資料 我還有多久啊 好 那 那 我就給大家 看一下 資料庫 那我現在就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資料庫 目前用了一個collection 叫 Course 那我就 db.course.find 那我就看這裡面有多少的課程 那我就看這裡面有多少的課程 你看到這些課程 它叫我 打IG 看更多 好 那最後呢 我再做一件事情 db.course.count 241堂課程 也就是說我們台大 我們台灣的國立台灣大學的開放式課程 就有241堂一門課 那241門課之間 還包含更多的影片 就是它 它是好幾堂課去包含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就想要告訴大家 台灣的這些開放式課程的資源是非常珍貴的 而且它其實是有很多 但是 它並沒有被活化 所以我們才希望的會去整合 然後來活化它 好 就先這樣吧 謝謝 還有還有還有 等一下 那個我們每個禮拜一啊 有那個 每個禮拜一晚上八點有例會 就是 我們會固定開一個 每個禮拜會 那大家可以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上來 天天看我們在做什麼 或是 跟我們一起 為開放教育多出貢獻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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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